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單日就爆升了48宗的個案 大家可以看看統計的數字 這個升幅是非常驚人 不僅是刷新了單日新增個案的紀錄 而且還佔到累計數字的18% 我就知道有部份香港人已經是防控疲勞 而且覺得專家所說的都是囊來了的故事 經常都說未來的十四天是關鍵的時刻 今天十四天過去又十四天 最後好像在一月和二月都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就開始鬆懈和調以輕心 開始重新邀約飯局和聚會 有些甚至乎走了去外遊 但這班人其實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基本條件改變了 在一、二月的時候 影響的範圍還是局限在中國和香港等等的地方 但是到了三月已經演變成全球大流行 已經是全球性的危機 這班人還未會害怕 到了目前這個階段 他們的戒備意識反而降到最低 實情一、二月的時候 只不過是Rehearsal 預演 三月到目前這一刻 就真真正正 那個正本氣是上話 現在這一刻就一定要守得穩 一月、二月的時候 當時香港為什麼守得穩 因為大家的意識普遍來說 都是處於最高峰的時刻 而且香港的醫療系統還可以負載 但是到了三、四月的時候 當那班的留學生 紛紛地回流回香港 當那班不負責任的外遊人士 又紛紛地訂機票 趕回香港的時候 到底會出現一個什麼情況 大家就心知肚明 到其實香港的醫療系統 究竟會不會超負荷呢 其實一旦這個壓力測試爆煲的話 基本上 就會是搞不定的 就會是一發不可收拾的 所以為什麼要在社區守得那麼穩 為什麼我經常批評 這一群走去外遊的人 是佔香港人的便宜 就是這個意思 這些人為了滿足一己私欲 走去外遊 搞婚禮 走去劈酒 完全是致其他香港市民的安危於不顧 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 你說是不是值得來批判和譴責 現在又出現了一宗 余景灣的婚禮 就疑似成為了本地新感染的群組 你說有什麼為呢 其中一個參加婚禮的賓客 他在去之前的那一晚 就走去中環那裡喝酒 第二天就去參加這個婚禮 最後他就成為了第191宗的個案 福無從之禍不單行 後來在這個兄弟團和姊妹團當中 各有一人都是中了 根據今日最新的消息 另外有一名29歲的女賓客 也是中了 當然婚禮就一定是屬於人生大事 而且這對新人 在這個余景灣酒店的海濱白教堂 搞婚禮 一定就非常浪漫 但是這些人到底有沒有想到 目前是處身於這個非常時期 你搞這些事的時候 可不可以延期 你不是照簽子結婚 照洞房 照同居 沒有人阻礙你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刻搞 而且部分香港人的心態 和熙來 完全不夠堅定 那種意志和信念 在這個非常時期 就算你搞什麼活動 你婚禮也好 飯局也好 你一搞就肯定有些仇投出席 你基本上搞這些事就是害己害人 你分分鐘會拖下醫療系統 到底有沒有想過這個後果 這些人是沒有的 這些人是 所以你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搞 你一搞就肯定有仇投出席 你要記住這件事才好 包括 在這篇報導當中 這個人就說 哎呀不會怪責新人的 沒有人想出事的 但是短期內如果再要去婚禮 我就一定全程切房帶著媽媽的屎 還在說這些說話 還是毫無愧恥 毫不反省 到底這些人是知不知醜的 實情他也是人頭搏糊頭 就是拼搏自己參加完這些高風險的活動以後 是沒有任何事件發生的 為什麼要將自己處身於這個高風險的活動當中呢 正如法國總統 馬克龍所說 他批評法國有些國民不理會當局的勸喻和命令 仍然就去結盤外出野餐聚會 去海灘玩 使得他萬分痛心 他就認為這些行為完全是不值得尊重的 說得好 要什麼尊重他 人必自無然後人無知 還有法國內政部長卡斯塔來 也批評 那些自以為是的人不顧危險 不遵守規定 當自己是英雄 行為是一點都不值得認同 說得好 這些人是不知所為 接下來這個月也不應該再搞了 是不是 不要說自己下定什麼 全部都是藉口 你根本上就想搞 告訴你 那些錢蝕不起嗎 人命重要還是錢重要 錢財新外物 如果到你死那一刻 可以給10萬8萬買回自己的命 我想你多多你都願意給他出來 請問有沒有那麼難抉擇呢 明天又星期六 肯定很多人又去搭杜輪到尼島那裡 肩膀撞肩膀 當然有些人就會質疑 平日上班搭車都要搭的 多餘的 平日上班搭車 就硬著頭皮也要焗著去 放假不用這樣 在平日上班的日子 全人類的防備意識 一定提到最高 大家都會記得要勤洗手 要注意衛生 但是普遍香港人就是一種的錯覺 當他們去到郊遊或者外遊的時候 當看到這個空氣清新 環境舒暢 心曠神異 那個防備心態就會隨之下降 然後就開始烏梨丹刀 把那些麻糬又通山劈 又不放回垃圾桶 因為在山頭那裡沒有 吃東西之前又忘記擷手 好 時有所聞 不是我作出來的 好 接著就講一下梁卓偉教授 他今天講了什麼 他開記者會的時候就提到 近日有大量香港人從外地返港 加上周末即將來臨 種種的跡象顯示 一波大型的本地爆發 或者是即將來臨 他就呼籲香港人不應該鬆懈 現在這個時刻 是最高風險 出現持續本地爆發的時間 另外何柏梁總監今天也接受電台訪問 他就形容 香港目前已經進入了戰時的狀態 因為海外的香港人陸續回來 他就預計在未來兩個星期 輸入的個案可能增加200宗 社區就可能新增600宗的個案 到期時公立醫院就將會不勝負荷 此外他還呼籲市民暫時不要去健身室和酒吧等等的場所 實施大家聽一下這些專家的意見 再引一回 是不是 沒有問題 始終健康是屬於自己的 無謂冒這些風險 無謂膽薄膽 這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是不是 賭錢你都說有得贏 賭命你贏什麼 是不是 我真是不理解 這些人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車好輕微而已 沒事的 你一個這麼想 個個這麼想 當全香港的人 大部分都是這樣想的時候 醫療系統就會倒閉 是不能夠禁止自私的 那些想法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 跨黨派已經在催促特區政府 要作出全面的封關 禁止所有非香港人入境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有哪些人說 包括公民黨的郭嘉琪 以及建制派的田北辰 他們都同意說要全面封關 當然你就要去做 不要理他什麼國籍 總之非香港人就不要讓他入境 一刀切 很多國家都在做類似的措施 是不是 那些全部都是西方文明的民主國家 都是這樣做 香港怕什麼跟隨 又不是叫你林鄭第一個做 你再不做的話 恐怕就會遲了 是不是 到其實本地出現了 爆發的時候 你再做什麼都已經沒有作用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算香港人回來也好 你不能夠讓他馬上進入社區 起碼就要幫他抽取樣本 進行測試線 然後那14天的閉關 麻煩你特區政府安排酒店給他住 沒問題的 不要走入社區 你自己安排車輛 安排接送 你絕對做得到 你有這樣的資源 酒店又有房 別人的酒店業界都說配合 那你就去做 不要讓他走入社區 不要讓他自己坐車 不要搞這件事 總之就做到最完善為止 總之就盡量做到萬無一失 當然也沒可能 你盡量做吧 這些是做到的 而且特區政府也應該考慮 要封閉港豬澳大橋 因為根據最近幾天的出入境統計數字顯示 港豬澳大橋就已經成為了 最繁忙的 這個出入境口岸 每天的出入境人次 是說五、六千人 港澳之間的交流有沒有那麼頻繁 很多經濟活動又停頓了 還有那麼多人出入入屋 是否有些人去賭錢 還是觀光旅遊 所以你最好就關閉 一定要將出入境人次押到最低為止 另外明天就是周末 希望大家都聽聽專家的意見 不要樹為公 祝大家周末快樂 好了這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